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 来泰国有一件事情是大家都想看的 可以说是一个戏啊 一个秀 那是什么秀呢 除了人妖秀之外 还有更刺激的 看到没有 六九九六 这个秀呢 比那个尺度更大一些 所以那今天呢 我要带着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但是不好意思的是 你们进不去 你们不让拍哦 但是我可以给你们讲一讲 走着 这个是七点场的刚结束啊 现在没有了中国旅行团 但是依然人很多啊 人爆多啊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都是这个印度的朋友啊 印度人特别多 然后就是这个韩国人特别多 我刚走过去看一看 马上他就跟我招手吓得我呀 我这个小心脏啊 我赶紧躲得远一点给大家拍一拍吧 真的 太刺激了 太刺激了 朋友们 我刚换了票啊 依然是那么的热闹 这一场刚散完以后 待会就是下一场 然后这边你看啊 这个远处啊 正是跟这些人妖表演的小姐姐合影的时候 刚才我过去拍了一下啊 人家赶紧就让我过去跟他合影啊 哎呀 我这个人是吧 脸子太薄啊 不好意思 所以我就赶紧跑的远远的 咱们绕一绕啊 一会是9点钟开始 等我竞技天看完了以后 我出来再给你们讲好不好玩 朋友们 一场刺激的大秀结束了 那里面呢 是不让咱们拍的 但是我看了呀 我就可以口口相传给你们 相信啊 之前有来巴提亚玩的朋友啊 看过这场秀 真的是太刺激了 你不看这场秀啊 你都不知道说两个人还能干出这么多种活 而且呢 在这里啊 在这里啊 鸡鸭鹅全都有 两个人能干的事 他三个人也能干 在这里呢 不仅仅有这个打鼓这个项目啊 还有这个吹气球 而且呢 当你在欣赏一个漂亮的小姐姐在那里跳舞的时候 突然啊 把她的第三只脚给你露出来啊 整个就吓得你全身都是冒冷汗 不瞒大家说 这场秀啊 在很多年前我是看过的 但是三年多了 没来巴提亚 这次再重看的话 还是那么有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增加了三个人同场竞技的节目 哇 我说你们自己脑补吧 三个啊 鸡鸭鹅 太刺激了 很多朋友来巴提亚啊 争先恐后的是要看这个秀 这个秀不便宜啊 1500泰铢 300人民币 除以5就60新币啊 这个价格是不便宜的 但是大家还都愿意抢着来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散场了还这么多的人 而且啊 最让我不能理解的就是 就在刚才我看的这场秀啊 前排坐满了小姐姐啊 大概10个人坐在前面看 像我呀 我都躲在最后面看 因为我怕他让我上去去跟他们互动去啊 这个太刺激了 刚才这场呢 就有一位印度的男同胞啊 被叫上场了 跟他们一起互动 那个场面啊 你就别提多刺激了 是吧 底下的印度小哥那个脑袋就不停的摇 不停的抖啊 就跳起了印度那种舞 哎呀 真的 真的 这个场面大家想想就搞笑啊 真的 确实也活跃了全场的气氛 很好很好 所以说来巴提亚玩啊 不仅你能吃好 你们还在等什么呢 来巴提亚赶紧来看六九秀吧 你还能看到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秀 好了 朋友们 看过的在大家评论区打个一 没看过的打个二 有什么想了解的啊 写上你想了解的 我会回复你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说明的请点击关注 并打开小铃铛 我们明天见 拜拜